平安 很快的 下个礼拜就是复兴节了 因为下礼拜我们有婴儿献瘾 他们有机会 先在这边预祝各位复兴们 假期的快乐 全世界最多的国家 是把复兴节放在 六月的第三个主日 就是下一个白天 包括美国 加拿大 还有中国 全世界只有台湾 是标新立立地把它放在8月8号 可能只有华人才会把这一天 跟复兴节联想在一起 也因为我们复兴节都是在 8月8号都是暑假 所以大家暑假都放假去了 所以都很习惯地低调地度过这个节日 那每次过母亲节的时候呢 我想不分男女老少 大家都觉得很快乐 都把这个母亲节当作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来办的 其实父亲也非常的伟大 对不对 要做一个称职的父亲 更是相当的不容易 根据有一份统计 82%的父亲都过得很辛苦 看我们上面有一位爸爸抱着 抱着两个月大的杯子在里面 他们都觉得 人生最难扮演的角色是父亲 总是钱赚得不够多 工作又太忙碌 这个闲也许是自己闲 也许是家人在请 又没有办法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虽然也有人说 男人最温柔的名字叫父亲 但是父亲们心里面 可能有更多的时候 觉得那个童安德所唱的那一首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更能反映出他们的心情 父亲的心 父亲的心 父亲我们懂吗 父亲的角色 既然是那么的难扮演 那为什么圣经里面 还要用父亲来形容我们的神呢 在一般的民间宗教信仰里面 大都认为 神是离人很遥远的 我们华人有句话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神在一般人的心里面 好像是个秘密警察一样 随时随地的来再监督你 一旦你做错了 他就给你来个闪电 或打围的警告你 让你不敢做错事 不敢做坏事 我们在很多的庙里面 也看到的那些神像 也有不少的 是会让我们的孩子 晚上会做噩梦的 是蛮可怕的 但是圣经 却是以父亲爱我们的关系 来形容上帝和人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要从 浪子的比喻 可以说在整本圣经的比喻里面 算是集体 不但是圣经里面最长的比喻 也是很多艺术家 喜欢拿来用的题材 在这里面呢 要算17世纪的画家 林布兰他所画的 《浪子回头》 最具有代表性 林布兰他是河南著名的画家 他只活了63岁 在离开世界以前 所留下的最后一幅画 就是《浪子回头》 在这幅画里面 我们看到最大的亮点 一个是在父亲的脸上 另外一个就是在父亲 前面的小儿子的背上 父亲的手也是个亮点 还有一个 我是把这个照片 弄得比较亮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在右边是比较黑 比较暗的 黑暗的那边呢 有一丝的光线 集中在 那个站着的那个人 他的手合在一起 好像若无其事的 在旁边看着这部戏的上演 这是林布兰他的名著 有一次文学家也是神学教授 卢云神父 他在法国看到了这幅画的复制品 他非常的感动 他就专程的跑到苏联的圣比德堡 去看那个原画 去看那个原画 在那边连续全心全意地欣赏这幅画 欣赏了好多天 然后呢 他也就用这个同样的标题 帮子回头 写了一本书 他认为啊 在这幅画里面的人物 正是画家林布兰 他一生的写照 但这幅画里面 主要有三个角色 父亲 小儿子 还有大儿子 可能是 应该是大儿子 而林布兰呢 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才华洋溢 很年轻 就已经在荷兰的阿姆斯坦 出名了 他28岁的时候 娶了他们的市长的千金 结婚以后呢 两个人 享尽了荣华富贵 挥金如土 住豪宅 穿豪服 穿华服 可是呢 婚后的第六年啊 他的太太赶上了肺结盒 他们生的小孩 也一个一个夭折了 在他36岁那一年 他的妻子过世了 只留下了一个 幼儿 后来呢 他起始过世以后 他的话就渐渐地走下过 为了照顾这个幼儿 很小 他请了一位叫做 迪尔斯小姐 来当奶妈 可是这一位奶妈 对小孩子很不好 所以呢 他就想尽办法 要把老奶妈辞退 不过呢 不是很顺利 这位奶妈 居然啊 对外宣称 跟他有关系 还告上了法院 而最后法官呢 也判决 林布兰 要给这位奶妈 十年的赡养费 这个让他苦不堪言 心里面也生了很多的怨恨 想要报复 他的经济的状况 也日趋劫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也因为忙着恨人 所以那几年啊 没有任何的错评 到了晚年 他爱上了一位 比他自己小17岁的女管家 可是几年以后呢 女管家去世了 到了62岁的时候 他从小拉拔大的儿子啊 在结婚以后半年 也死了 在晚年的这个时候 他就画下了这幅 浪子回头的作品 格连自己也离开世界 结束了他好像戏剧般的一生 神父卢云 他认为 在离开世界之前 林布兰所留下的这幅画 可以看到 林布兰他本人 所经历的所有的角色 他曾经和小儿子一样的 异性风发 又像大儿子一样的 充满了仇恨 晚年的时候 才终于慢慢的能够体会到父亲的心 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 看着这三个主要的角色人物 我们可以分别来思考三点 第一个就是离家出走的小儿子 第二个我们来看 在家等候的父亲 第三个是人在心不在的大儿子 每个人都曾经想过要成为一个特别的人 谁都不喜欢过平凡单要的生活 我小的时候 不太能够跑步 一跑 这边肚子就会痛 但是呢 我并没有因此 就停止了我的梦想 我想 既然是不能够跑的话 那我骑总可以吧 坐在那边 所以呢 我小的时候 曾经也幻想要成为一名 自行车的守守 最后当然很有成功啊 即使啊 我到了 年已经过三十了 我还曾经计划 想要去爬世界的第一高峰 就是朱木兰峰 我叫圣武冲 也真的是 参加了台湾第一支的这个 要去登这个圣武冲的登山队 跟他们一起训练过 不过后来不成功 这个世界 本来 不就是在强调 要与众不同 要出类麻粹吗 所以人啊 总是以各种的方式 努力的 想要 让自己 跟别人不一样 想要让自己 更受人欢迎 想要 开创 属于自己的世界 所谓 人不轻狂 寡少年 可惜 却很容易 找错了方向 交错了朋友 走错了地方 很快的 就迷失在这个茫茫大海中 好像就从地球边上 掉下去了一样 从此 无影无踪的 消失在地平线上 有的人 天生 就是反骨 就是叛逆 这个是人的罪性 他的叛逆 也没有什么原因 也没有什么道理 就是无聊 烦躁 他可能 常常被别人看不起 但是呢 他心里面 却总是想要 大干一场 他努力了 想要图摩大事 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想要走出一条 不一样的路来 却总是 让身边的人 看得心惊打跳的 很紧张 我想 你家里面 如果有teenager 十几岁的孩子的父母 可能就能够 不会 teenager的心思 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你才刚刚跟上 他的步伐 他又停下来了 在我们看了 今天这个小儿子 他就是为了要 追求他自己 盲目 无知的自由 竟然 对他的父亲 要求 属于他 那一份的 产业 这个 不管是在 中东的文化 还是咱们 华人的文化里面 父亲还没有过世 就要求生财产 这可以说是 大力不道的事情 这种要求 几乎就等于在说 你怎么还不死 一样的道理 浪子 他内心的烦躁 使得 他在 得到了 属于他的 一份产业以后 这个家 就再也没有什么 值得依恋了 这个比喻里面 完全没有提到 他的母亲 所以呢 他就很快地 踏上了 远离 故乡的道路 而且走的是一条 切断关系的一条路 圣经上面说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 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儿子 他心里面 想要 往外跑的 这个急切 小儿子没有为自己 留下任何的退路 好像是吃了 衬托 铁了心 走了 就不再回头了 他向他父亲 所要的遗产 收拾了 一切 就往 热闹 繁华的地方去了 这个是他人生 很关键的一步 浪子在外面 花钱如水 很快地 他所带出来的钱财 就像流水一样的 流进了 等到他三穷水尽的时候 他的朋友 全部都 养受散 在非洲 有一句言语 说的还挺残神的 当你富有的时候 你被人讨厌 当你贫穷的时候 你被人藐视 如今的这个浪子 可以说是 一穷二白 没有朋友 也无家可归 当然更找不到 他本来 所要追求的美满的人生 相反的 他很孤独 在恐惧当中 四处游荡 好像很自由 可是呢 却实在是 无处可去 在第十六节里面说 他恨不得拿 拿猪所吃的 豆莢冲击 也没有人给他 这个恨不得拿的心态 显示他处境的绝望 悲惨 尤其是我们知道 他被一个非犹太的 农夫 打发他到田里面去放猪 他就注定 要过得 猪狗不如的生活 因为对犹太人来说 猪是一种 不洁净的动物 他们不吃猪肉的 即使是碰到了猪的话 他们 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赶快把它洗干净 可是 小儿子现在 要与猪为伍 甚至到一个地步 想吃猪的食物 都不可得 这边讲的这个豆莢 是圣经里面 唯一出现过的一次 这种果子 在巴勒斯坦里面 是拿来做动物的饲料 当然 有一些很穷很穷的人 他们也会拿来吃 当 现在和猪 抢食物 表示他的人生 已经到了三穷水净了 过得比猪都还不如了 这是一个 远离家乡 也是 远离教会 远离神的人 注定 会有的价值 弟兄姐妹 我们 都是尝过 主人的职位 我们的心 有没有 远离了 天父的家 看看 看看我们的周围 有哪些人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也不再去教会了 离开教会 离开上帝的人 我可以说 他们过得肯定不好 请问 我们有没有 为他们祷告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 出现的第二号人物 就是父亲 他是一个在家等候的人 父亲的家 是最好的地方 连家里面的故宫 都有足够的食物 第十七节 故宫 跟二十二节的仆人 是不一样的两种人 在希腊的原文里面 就是两个不同的字 故宫 所赚的的钱 比仆人要少 故宫是按小时算工资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 打零工的 part time 工赌生 但是仆人的待遇 就不一样了 他们有吃 有住的 每个月还有薪水吗 即使是如此 故宫所拥有的 都比这小儿子 还更多 更好 他们不仅有的吃 而且是吃 天天有余 圣经用丰富 来描写他们的余余 到了第十八节 我们有看到了 浪子 他虽然行为很叛逆 可是呢 他的头脑 还是很清楚的 他就决定了 他要向父亲 坦白承认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在真理的面前 只要是真诚的悔改 总是很有力量的 使徒约翰 曾经提醒过我们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用我们一切的福利 能够走上悔改的路 就是回家的路 就是心中有懊悔 而且也有行动来配合 原来父亲早就在家里面 等候多死了 这个父亲的动作 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来的 在原文里面 他描写所采取的这个行动 我们可以用惊人 两个字来形容 第二十节 这边说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嘴 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 就是 他的父亲看见他 汉有同情 汉跑抱住浪子的脖子 汉亲吻他 那个又臭又脏的儿子 一连串的动作 非常的紧迫 急切的 这个是圣经里面 唯一的一次 记载了 神亲吻人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由浪子的父亲 来做代表 本来啊 上帝的形象 应该是很冷静 很遥远 高高在上的 不慌不忙的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形象 彻底的被这位父亲 一年颤的知己语言 所推翻了 没有人的眼睛 比那位父亲的眼睛 更厚色 没有人的心 比那位父亲的心 跳得更快 没有人的脚步 比那位父亲的脚 更急切 没有人的拥抱 比那位父亲的拥抱 更扎实 也没有人的亲吻 比父亲的亲吻 更温暖 这位父亲啊 他不在意什么自己的面子啊 外表 铃声 形象 他也不隐藏 心里面 自热的爱 当小儿子 话还没说出口之前 小儿子本来准备了 背了一场 很久的这个忏悔 忏悔路啊 父亲在他话里面出口前 就赶快 把他打住了 父亲 连忙的吩咐 把那扇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子 带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 穿在他脚上 这三个连续的动作 都是为了要 立刻的 恢复他 儿子的荣耀 因为浪子 虽然是浪子 但是他本来就是儿子 只是因为 背影 犯罪的原因 一时 沦落到 连猪都不如的地 弟兄姐妹 人 本来啊 就是有尊贵 上帝尊贵的形象 只是因为 罪的影响 而产生了种种的 私欲 欺骗 虚假 贪婪 奸民 等等的误会 人一旦远离了神 就跟浪子 被离开 家一样 结果呢 就是丧失掉 天父 儿女的荣耀 可是 再糟糕 再糟糕的浪子 只要很谦卑的 悔感 回到父亲的怀抱 都可以 马上的 恢复 儿子的身份 兄姐妹 因为圣灵 开启我们的心 不再受蒙蔽 也不再轻易 撒旦的谣言 神家的门 绝对不会关闭了 神家里面的灯 也永远不会熄灭 神 祂不会休息 也不需要睡觉 祂总是好像 慈父一般的 天天站在门口 在向外里 张望 等候 而且会每一个 失上的灵魂 忧伤 哭泣 这个是天父的心 我们懂吗 第三个人物 就是人在心不在的 大儿子 相对于父亲的兴奋 这个做大哥的 就显得相当的 不满意 甚至可以说是愤怒 他一心想要保护 他自己的利益 以至于形成了 偏执狂的心态 自顾这个 胡思乱想起来了 他一 不关心弟弟的回不回改 二 他不在乎 父亲为弟弟 是有多么的操心 虽然啊 我相信 当弟弟离家出走的时候啊 对大哥来说 大吉也不小 他的心情 应该是愤怒的 也会觉得 有点背叛的感觉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做大哥的 可能他一直活在 苦毒之中 还没有走出来 可是他却没有注意到 父亲的做法 并没有一丝 要纵容这个小儿子的意思 父亲只是接纳 让子重新回到家而已 父亲没有 补偿 这个弟弟 或者是 这个鼓励弟弟 说啊 什么 没有钱了 好 再给他一把钱 他也没有 大意小儿子说 可以再分个 任何的家产 也没有说 要把大儿子的家产 来剥歇给小儿子 父亲 只是恢复了 小儿子的身份 更何况 漂泊在外的 弟弟 堕乱回家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并不是 责骂 或者是 说教的时候 所有的这一切 都只是 大儿子 他单方面的想象 跟恐惧 虽然 他跟他的父亲 虽然他的父亲 很公平地 称呼他为 我儿 而且仆人 也很客气地 对他说 你兄弟回来了 可是 对这个大儿子 他可以说是 近乎苛刻 用尖锐的语气 来挑战他的父亲 他提醒父亲说 但你这个儿子 是和仓妓 吞进了产业的儿子 根据 上一世纪 一个很有名的 英国的姐经家 摩根 他在谈到这个 浪子回头故事里面的 这个老大的时候 他说 大儿子 他遵守了父亲 一切的规矩 他忠心地服侍父亲 可是呢 他完全没有体谈到 一个做父亲的心 大子强力地反活吧 而且强调 他自己过去一切良好的记录 就是他多年忠心地服侍 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 他用力地要争取公道 埋怨自己好像被亏待了 他好像是在那边 用尽力气地在那边呼喊 我很可怜 It's not fair 在第29节 大儿子说 从来没有看过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支三羊钩 这边连续两次用了没有 这个词 来表达他心里面强烈的满满 这揭露了他内心 自以为是的问题 大儿子好像是在暗示说 我从来没有违背父亲 对比这位拜进家产的儿子 实在好的不知道多少倍 把三羊钩跟肥牛犊来做对比 显示了这两者之间 这个严重的差别待遇 我们好像看到这位哥哥 他头上绑的一个布条 上面写着公道 或者justice 他要的是这个 他觉得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比起这个小儿子的离经叛道 真是天跟地的差别 很可惜的是 大儿子他不晓得 他自己多年来的辛苦经历 或者说所谓的孝顺 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好行为 他虽然人住在家里面 可是他的心却不在 他虽然每天跟他的父亲一起吃饭 可是他和父亲的关系 其实一直是很遥远 第29节这边用服侍 跟26节的仆人 这两个字是相同的字根 一个是动词 一个是名词 也就是说 虽然他是家里面的大儿子 但是他跟仆人的那个服侍的心态 没有分别 大儿子他小心谨慎的在父亲身边 说起来也是个好孩子 但是他努力 背后的期望呢 竟然是跟仆人一样 也是希望得到父亲的奖励 而不是跟父亲有亲密的关系 兄姐妹 让我们好好地思想一下 我们和天父的关系 是不是建立在 归属在一个教会呢 还是归属在某一位 很有能力的牧者呢 还是用心 和主别跌在一起呢 教会的建筑物 有一天一定会倒 人也会退休 会凋零 甚至也会有软弱 跌倒的时候 只有跟天父建立的关系 才是永远长成的 荷兰画家林布兰他的一生 就像是浪子回头的翻版一样 他根据这边所画的浪子回头 在二十世纪深深地影响到 我刚刚说的卢云神父 这位卢云 他从年轻的时候 就奉献了自己 决定一生要走服侍主的道路 他在神学院里面 结束了装备以后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在包括哈佛大学 还有加拿大的神学院 里面教神学 教灵修神学 也常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 去教导有关灵修方面的课程 也写了很多关于灵修的书 也有很多翻译成中文的 都相当地受欢迎 虽然卢云他借着这个教授的身份 来服侍主 可是在他的心灵里面 却总是觉得 这些不是他真正的归宿 所以他常常利用休假的时候 到不同的慈善机构里面 去做义工 有一次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到法国一个叫做方舟的一个机构去服务 那个机构就是专门服侍新制 发育迟缓的孩子 他在一位同工的办公室墙壁上面 看见了浪子回头的这幅画的复制品 这幅画所呈现出来的画面 还有这个经文所表达的信息 不断地在卢云的心里面出现 影响到他的后半 两年以后 卢云他就辞去了大学的教授 到方舟设在我们加拿大的一个机构 叫做林宁之家 这个机构是专门服侍弱智的青少年 到那边去做全时间的同工 或许你会想问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做了这样子的决定呢 其实卢云跟林文一样 体认到自己就是这个比喻里面的小儿子 需要不断地悔改 不断地重新回到上帝的家里 他更是体认到自己也像是大儿子一样 在神的家里面充满了自以为意 但是呢 却常常对天父的心茫然不知 实在是需要天父的赦免 也求圣灵不断地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愿意重新地跟天父建立关系 不管我们是浪子还是大儿子 我们都需要重新地回到天父的面前 接受他爱的拥抱 才能够更体贴天父的心怀 祝我们祈祷 一定 deterior ruin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